没有一点点防备 我忽然就又拥有了一只钻纹龟 一米一碗开不开心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的闺蜜小江 余人姐的那天呢 我收到了一条这样的信息 有一位长春本地的龟友说 我有一只钻纹龟 调整结构不痒了 送给你吧 这 这 真的吗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上次龟友送我龟 我去接龟的情景 现在已经难道手了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也没有 这什么情况 节目效果 这位朋友呢 其实之前就认识了 后来仔细了解了一下呢 这位龟龟他就是有点真菌 没关系 这都是小问题 问了一下 这位朋友呢 离我还非常近 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晚上就去取龟 拿着小保温盒 出发 就这样 非常顺利地 我就接到了这只小龟龟 拿到以后迫不及待 在车里面去看一眼 这龟看起来真是不小了 和秀秀差不多大 也是非常的活跃 好 我们回家再仔细看看 好了 大家呢 这只龟龟呢 还是很漂亮的 就是背上的这些真菌呢 覆盖了他背甲原有的美丽 这是一只黄壳蓝皮大花钻纹龟 本来呢 就是计划六月份的时候 弄两只好看的钻纹龟 没想到惊喜来的这么突然 跟他的主人了解了一下 这只龟的散发方式 其实跟我养的钻纹差不多 都是不加热 自然过冬 基本上三天喂一次 所以这个龟呢 一年半了 它长得也不是很大 这只龟的主人也说了 之所以把它给我呢 就是相信我能够照顾好它 而且因为我是博主嘛 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在视频里面看一看它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它 真菌治疗好的样子吧